大家好,这里是董球大V 咱们今天来聊聊足球周日第033场比赛 来自美之联的费城联合VS纽约城 本场美之联的比赛将于明天早上6点进行 大家不用熬夜,早起就行了 在双方的此前六次交手组中 费城联合获得了三胜一平二负 稍推占据一定优势 不过这期间费城联合主场作战的胜率并不高 咱们先来说说费城联合 费城联合在上一主场中1比1击败了西星纳提 联赛保持着八轮不败的战绩 虽说球队的不败率挺高的 但是过多的平局也是让他们错失了不少积分 目前球队以26分暂列在联赛第六位 球队在进攻端输出是比较平庸的 好在防守方面是十分稳固 主场方面胜率虽说不到四成 但赛季至今主场都保持着不败势态 近期四连败的局面支撑能力上是不太足的 咱们再来说说客队纽约城 纽约城在上一主场中1比1占平了科罗拉 球队近期状态也是十分火热 联赛保持着七胜二平 九轮不败的优秀战绩 目前球队也是获得了27分 暂列在联赛第三位 纽约城进攻端表现是十分活跃的 防守强度也是提升非常明显 客场方面有着四成的胜率 虽说相对于队伍优秀的主场表现而言 客战成绩是比较平庸的 但近期球队也是抢得了客场二联胜 本场美之联的对抗 费声联合保持着出色的不败率 但球队的支撑能力还是很弱的 而纽约城近期状态非常火热 而且客战能力也在不断攀升 本场比赛我们还是相信 纽约城能够从客场不败而归 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关注私讯我 一同探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